嗨,各位車友大家好,我是李翰老師 相信有在follow我的 應該知道,老師今年要進軍DD2 雖然老師之前也有開過DD2好幾次 但是畢竟沒有專心在練習 那今年我就下定決心 趁我體力還可以的時候,願你也知道 老師,是吧,老師即將邁路 44歲 老師怕,老師如果不趕快學的話 老師體力會沒辦法附和 所以老師決定今年要競爭DD2 要進軍DD2 不是競爭DD2,進軍 進軍DD2 那我就會把我學到的來分享給車友 各位車友應該知道 老師訂了一台,就是Lando Norris Tonica Tonica 不是Honica 應該叫OTK OTK裡面的Lando Norris 帥到爆 然後全新DD2引擎 OK 老師決定今年好好練習一下 OK 然後今年比賽也都會比DD2 OK 那我也非常感謝就是西湖K1賽車場 對不對 這幫忙 讓老師有D2可以看 好嗎 那老師真的是良心推薦 如果各位車友真的想要認真從事賽車這項運動的話 也歡迎你們可以去加入 歡迎來加入西湖K1賽車場 可以去打電話詢問 OK 可以打電話去車場詢問 OK 好 真的很推薦 因為老師覺得那是一個就是培養車手的一個好地方 因為你也知道就是那裡是蔡淺陽嘛 對不對 好 東西 OK 也有人教你 對不對 你真的想要認真學的話 我覺得那真的是個很好的場地 好嗎 OK 好 那再來就是 我學到的東西 我一樣 我會把它拍成以前就是我單數學習的過程 來教給各位 因為很像我怎麼成長我就來分享給各位嘛 就像我之前開單數一樣 我怎麼成長我就是分享給各位車友這樣子 OK 好 然後想開D2也有一個原因啊 就是因為D2它有前煞 它會更偏向就是會更接近大車 不管是房車啊還是方程式啊什麼的 它會更接近大車因為它有前煞 OK 然後又有換檔 好 好 那 我相信這對我來講應該是個很嚴峻的挑戰 好 因為有些沒開過車的車友可能會覺得 欸 賽車不是很簡單 對不對 是吧 就坐在上面 拆拆油門拆開車 裝著方向盤就好啦 對不對 輕鬆嘛 但是由於它很貼地 然後又沒有動力方向盤的輔助 車子 車子非常的 呃 我必須把它學起來 因為我學東西就是這樣 我不喜歡就是學得普五通通就好 我一定要學出個名堂來 好嗎 OK 所以我會盡力啊 我會盡力 盡力 你會坐飛機來台灣啊 好棒喔 18號就會坐飛機來台灣啊 好 希望過年前 可以來個開箱 分享給各位車友 好嗎 老師會做個完整的影片來介紹給大家 OK 好啊 影片的最後 老師來講一件事情 我們的第三部 第三堂線上課程即將要上線啊 我們第一堂的線上課程有交第一階段煞車 第二堂的線上課程交第二階段跟第三階段的煞車分兩部影片 然後第三堂課會交第四階段跟第五階段的煞車 OK 五是四的就是 終極進化版 然後三四二的終極進化版 就是這樣 就是這種概念 然後一是基礎版 懂意思嗎 這樣了解 那如果你一二階段要練習好的話 第三階段也練習好的話 你就可以往四五階段賣進 也就是第一堂課第一堂課第二堂課都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可以往第三堂課賣進 好嗎 然後我們第三堂課的線上課程即將上線啊 會交第四階段煞車跟第五階段煞車 好嗎 歡迎想上的車友記得來 好嗎 這都是老師心血的結晶 OK 花無數的時間跟金錢學來的 好嗎 OK 好好把握 OK 然後 老師覺得你們真的是蠻幸福的 我也覺得 我現在也覺得我是蠻幸福的 因為以前我練車的時候 真的都沒有人可以跟我講 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但是我現在也蠻幸福的 因為我有人可以問嘛 對不對 不過台灣賽車第一人可以問嘛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我真的蠻幸福的 我也覺得你們蠻幸福 為什麼 因為你們有我可以問嘛 對不對 懂嗎 那就這樣子囉 好 歡迎各位車友 拭目以待老師的開箱 跟第三堂的線上課程影片 OK 還有老師整個DD2 這一整年的學習過程 OK 好 追蹤Follow 那就這樣囉 那 就到這裡了 在這裡老師 再跟各位 車友拜個早年 好 祝各位車友 新年快樂 心想事成 萬事如意 好嗎 OK 技術進步 大家都一樣 OK 那就這樣子囉 掰掰